因为刚才 以女士用到的说法是 经常无缘无故被打 倒也不是 他们两母子 好像有很多事情 慢慢积累 有一种 她的不愉快 很容易就冲突 很容易 儿子看到老妈来了 她的心情就不是很好 老妈就也不感激着儿子 儿子可以冲了 她也没办法 因为他们刚才讲 在经营这个档口期间 其实发生了很多摩擦 对不对 这个小吴用到的词 是妈妈的干涉 而妈妈会觉得 我不得不管 我没有干涉她 干涉是这样的 我老婆她的心思不坏 但是她就是 用的方法不对 吴先生先能把这个档口的事 来龙去脉说清楚吗 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档口当时 是我老婆拿的 把那个档口买下来 购买 买下来我们两个 两个公共就在经营 儿子后来回来 因为没事干 我们就叫她 暂时在我们生命经营 因为我们的生意 也算可以 做了做了 儿子就做了 还可以 她的进步还很快 产生矛盾呢 可能儿子现在 那个地段可以 她妈妈就不是 不是很高兴 你跟我的关系没处理好 我就 要收回 因为这个档口 儿子给老婆 吵了有时候不开交 后来叫我侄子 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老婆当时是 花了十几万拿的 后来就只要收 我儿子五万块钱 她比这个档口 就给儿子经营嘛 这个是你的决定 还是大家一起 包括她的决定 决定是我老婆 也当时在场 这个钱转完了以后 都接受了吗 当时儿子转钱 转到我的支付宝里 我们搞批发的嘛 那资金流量很大的 我就把那个钱呢 就拿来用了 就说周转了 就因为钱 没有给我老婆 你女士 当时大家有没有 都同意好 她把钱给我 然后这个就归她 有没有这个说法 有这个说法 当时有没有商定 商谈好多少钱 没有人跟我商量 我怀疑那个钱 我老公又给了 我儿子去了 你只看到了一个结果 反正我没拿到钱 我没拿钱 好 那我这样问你 假如这个钱 给到了你手上 你能认可这个是儿子的吗 当口 现在不能 当时如果是我接待了 我可以 店铺已经转让给儿子小吴 对于吴先生的这一说法 姨女士断然否认 用她的话说 这是吴先生父子俩唱的双簧 假如儿子小吴 今天不能认识和改正错误 这个生意兴隆的店铺 她肯定是要说回的 姨女士如此强硬的态度 能让儿子小吴屈服吗 母子之间 如此针尖对卖盲的矛盾 究竟从何而来呢 儿子小吴说 她目前在经营的生意 因为母亲的横加干涉 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今年不是疫情吗 我的生意可能是受到了 很大的波及 很大的影响 做的话 我就打电话叫我姑姑 过来帮我 还有我弟弟一起叫过来 因为我姑姑的话 她做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也能帮得到我 你不要说姑姑 你说得更加气我 但是呢 我姑姑来了以后 可能说我妈的意见可能更大 可能说在家里玩 做一顿饭都不是很愿意的 但是就是在我们家 可能住的时间长了一点 半个月吧 或一个月以后 我妈就开始赶 就是不让他们住在我们家 连滚这些话 很脏的话都运用上了 之后导致到我弟的话 可能心情不是很好 因为本来我叫他过来 他并不是很乐意的 之后呢 因为我妈的这种推动 这种攻击 他可能忍受不了 就选择了离开 没有 给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之后呢 我姑姑呢 她现在其实也想走 但是呢 因为看到我生意 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了 如果她走的话 我生意就不能不好地经营下去 所以她还没有走 但是呢 她一直受着我妈的气 她也不愿意跟我妈争执太多 但是我妈还是开赶 基本上两天 最起码会有一次 经常应该是天天都会有 你不要说妈云整那个瞎话 这些话你有没有说 我没有 你们说的假话 我是非常的不开心 我基本上就不愿意搭理她 就是说她只要不干涉到我的工作就好了 她为什么会这样对待她们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东西对我比较关键 比较重要 就得伤害你 你是这么理解的 这是我的理解范围 她姑姑第一天来的时候 我不是今天在家里做饭吗 我就听到她说着她姑姑的事情 我就说 我说你是不是叫你姑姑来给你做生意还是什么 我的事不关你的事 关你的屁事 她这样的 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欢迎还是不欢迎的态度 开始的时候我很欢迎 后面就导致我儿子打我了 既然是你情的人 你有这个态度 我要去管妈干什么 所以你会用这种态度对待她请来的人 是因为你觉得儿子对你的态度让你受不了 是的 不是一点点 很恶恋 小吴 妈妈问你一句话 我也可以平缓一点 你的情绪怎么会那么大 其实并不是他们想的这样 但你妈妈刚才说的是 不关你事 这是话说多了 就是我说了以后 我以这样的态度去说了 但是她不以这样的态度回我 而是唠叨 又是唠叨其他的 讲完其他的以后 对 之后再问我 这样的话 我是受不了的 所以我并不喜欢跟他们沟通 我说话她都不理我 我跟她那样说什么 我还能唠叨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情况 她很凶的 她为什么跟你之间的沟通 会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 是这样的 我一直认为是 我们要教育好 她小时候 我们很穷 我们在外面 我没想到她现在这个样子 跟我说话都不能说 过去吧 我还能说那边 然后大家来说 现在 我去小孩 我去小孩 我去小孩